哈哈哈哈哈哈 為何你永遠都要來這檔 我欣賞他 哈哈哈哈哈哈 Well, that's it, the full time whistle Manchester United have got it Manchester United have won the Europa League 好,2017年7月16日 各位漫迷,早晨 都不早了 應該大家都看完場播了 萬聯順利以五比二勝出 不過我想場播我稍微先說 讓我先說一些轉會 如果有些球迷未看 又怕劇透的話 不過說了戰果了,真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就可以聽完大巴講轉會之後 停一停 Youtube 看完場播再回來再聽完 這樣也可以 不過大巴講句 其實大巴都是看了上半場 下半場因為出了街所以沒有看 還有剛才看那個 安聯龍的記招 都有一個想法 場播是怎樣的 不過下半場我真的沒有看 所以我不會太多評論 好,來講回轉會 轉會 轉會第一單最大單最新的 update就是Bakaiyoko 搞了一大輪 大巴都說過了 他在玩IG、Twitter 我猜 結果都真的簽了約 應該40秒 如果沒有搞錯 就是去了 車仔 變成我們中場的戰線 少了一個選擇 昨天大巴在看新聞 也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Fabino 根據一些 應該是西班還是什麼的 那邊的媒體 就說 他暫時都未必想來開摩洛哥 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摩洛哥已經走了三個 主要的球員 如果你再走的話 也挺難留到Mbappe 以及整隊球都會散 所以看樣子 Fabino的機會又小了 變成我們現在的選擇 最大機會就是馬迪 好像昨天說 馬迪已經沒有跟著車仔去亞洲之旅 這裏也都說 這裏Express都報道 他說可能48個小時之內 馬迪就會有些更新 或者有些決定 好老實 我想很多萬迷都是一樣的 馬迪未必是我們的first choice 但是如果真的其他的選擇沒有的時候 都不失為一個OK的選擇 始終他是英超打習慣了 但是他的弱點 大家都在上一季很明顯看到 他未必是一個對於我們來說 很完美的球員 但是我記得有一位萬迷 都跟大巴說過 其實距離也有少少好處 希望能給予一個機會 複送文沙 這個想起來也可能是好的 因為馬迪雖然現在的速度 或者速率是差了一些 但是他的經驗是一定有的 如果他來到 文沙就倒轉 文沙就沒有什麼經驗 但是他的身形也不差 如果馬迪可以影響到文沙 或者教到文沙一些功夫仔的話 長期來說可能對萬元是好事 因為尤其是現在 我們買球員這麼難去買回來 如果真的 當然這件事真的不是摩連路強項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鍛鍊到一些 自己出產的年輕球員去上一隊 做到一定的幫助 這個是對於 購隊比較長遠一點 是很大的 很好的 strategy 應該這樣說 其實大巴之前兩三星期前都說過 我們現在不停地簽一些 十六歲、十七歲的小象 很多potential的小象 都是今年簽了我們 其實這兩天一直都有 不過實在太多其他轉會消息 大巴沒有機會說 如果遲一點 過多一兩個星期 轉會落實了 如果大巴有時間 大巴也想多說一些 我們簽到的小象 有什麼好事 大家可以留意著 所以馬迪這裏 中場的情況 這條戰線 應該就是馬迪最大機會 好了 突然間飆出來 這個新的 剛剛出來的 又說朗拿道 但是 這個魔佬就說 Mission impossible 即機會不大 對 對 對 魔佬確認了 即是沒有機會 No chance For United to sign Renado again 那麼 大巴也說過 這個其實很多次就是 一個炒作多於實際 那麼 魔聯盟確認了 好 看看 另外一條戰線就是 Parisic Parisic 就是國米 國米 早幾天要求Marchia 那麼 魔佬已經決定了 是不會的了 是不會用Marchia 去交易 即是換Parisic 回來的 那 就 開一個 Page 開一個 給大家看 先 不是這個 等等 這裡 是不是這裡 好像是這裡 不是 先 這個是 什麼Page 這個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剛才那個 好 今天有少少 脫綠 不要緊 不要緊 不好意思 好 那 先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就是這個Pose 大巴呢 昨天就出了個Pose 就是說 比烈石 就 沒有參加到 國米的季前集粉 回到老家 就是因為牙痛 其實牙痛 很辛苦 但是 有網友說得好 難道整個 意大利都沒有牙醫 為什麼要回到Curlation 去看呢 他那裡就說 他是一個 還開的牙醫 不知道他的牙什麼問題 但是 經過這件事 其實我們之前 說比烈石 已經說過 他有一些 扭計的前科 所以 我想 尤其是看完這件事 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就是說 其實他來到的華固 當然好 但是 我們都要留意 他會不會是 搞搞震的球員 我想 很需要摩連盧 去吃著他 說好 不要聽 不要搞搞震 這個也是很快的 應該 今天是星期日 應該大約是兩天左右 就會有個好想 因為星期二 國際米蘭 好像來亞洲之類 會出隊集訓 看看他 會不會加入 那隊 現在看完 他不是很願意歸隊 實際上 能否轉到呢 就看 還有今天還有一件 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我們不會給馬西亞 但是好像 就有機會 談 就是 簽他 其中一部分的條件 就是 Darmian加 Smorning 我們可能 我們提供 一定是國米的要求 不過我猜 我們提供的機會大些 有機會 用Darmian 和Smorning 在這個交易裡面 很老實 大巴 就真的很不想 Darmian走 如果真的要走 都可能 沒有辦法 因為後房 相對來說 我們前面需要人 多於後房 那Smorning 其實就 說句難聽一點 以出之物 我想摩連盧 都不會再怎麼用他 這樣情況 所以都很大機會走 好 接著就是 迪基亞那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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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馬仍然說 是在追緊他 現在都不知道 什麼情況 但是 新的進展 就是說 如果黃馬 一定要買 迪基亞的話 摩連盧 可能會想 找卓奧斯回來 在轉會的交易裡面 加上卓奧斯 我個人覺得 卓奧斯 之前打了百元 的確是很出色的球員 但是打了黃馬之後 可能需要時間適應 也適應了之後 好一點 而且在黃馬 他比較主手 多很多 他最初真的不太適應 剛剛那季就好一點 我就不是太樂觀的 老實說 如果摩佬 他覺得有用的話 我想他有他的原因 因為他始終 他是攻強守弱的一個中場 如果他是用來支持 卡繪克 我就覺得 一半一半 我個人 或者今天 我就想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也挺新的 我剛剛不知道是今早還是昨晚 才看到 我想問大家 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不用問了 我想沒有人想 敵基亞走 但是我想問 如果我們真的 卓奧斯來了做中場 那個位 會不會比馬迪 大家 prefer 卓奧斯還是馬迪 如果真的有得選 今天的討論 就是這件事情 好 之後就是 這個球員 我們自家球員那裡 有位球員簽了藥 之前我們也說過的 夏奶奶說 應該她的新藥 就是周身會 可能去到17萬磅 但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直接說是去到20萬磅 其實是好事來 因為為什麼呢 大包都經常說 她在對球會來說 那個上場的情況 她的幫助很重要 提搶或者去 那個領導 所以 如果她真的來到的話 因為她保持著 去年的表現 還有 如果有一個20萬磅的周身 就證明了 球員都覺得她是球星 對於她的領導方面 也會有幫助 當然有個危險 就說 你突然間多了這麼多錢 會不會有了錢 就沒有了表現呢 我們之前很多時候 都會見過這個情況 暫時來看 我不覺得夏里拉 是一個這樣的球員 希望大包不要顧錯 這個加薪 我就覺得很值得加薪 很值得加薪 夏里拉 好了 講少少長波 講少少長波之後 講完摩尼奧的記者之內會 好 長波大包在自己的頁面上 有些評論 可以用來講 上半場 不如這樣 長波加上 摩尼奧的記者一起講 好嗎 簡單一點 3-5-2 長波一開始 她出陣 最初來到 就以為是 上半場就全部出救人 也擺了陣 好像是以前的 4-3-3 或者4-2-3-1 原來就不是 原來摩尼奧 開宗名義 我現在要練3-5-2 記者說 這個是想鍛鍊的陣式 我想她沒有說實話一定會用 但她就說 很大機會有機會會用 所以我們想練好一點 這個3-5-2的陣式 所以變成了3-5-2 龍門就滴滴仔 然後就是英倫媽寶 加上盲人 三中堅 右邊是華西 左邊就是 應該是連吉特 中間就是隊長 第一場正式隊長 下奶奶和菲蘭里 然後前面就是 福仔 還有 左邊應該是 達達 不是左邊連格 前面應該是 福仔和 馬達 這樣就是達達 OK 上半場就 很明顯上半場就看到 這群球員由於 已經是現成的球員 合作的默契非常在 沒有了一個重心球員在前面 多了一些短傳滲入 包括我講 看一看 有幾球是 第二球 第三 總之 費蘭尼入的球 就是一個短傳滲入 打了兩個1-2 落了看線之後 那球出回來 大約12馬點到18馬點 那位置 費蘭尼就 衝進來射 非常漂亮的 這些就是 去年比較少的球 雖然是少 不是沒有的 在貴中的時候 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做多了這些 好事來的 起碼多了一些 不同的進攻方式 下半場我就沒有看 但我估計下半場 就多一些 普巴加勞卡股的攻勢 不如這樣 希望有些球迷有看 或者在留言幫忙說 我會看到 萬聯新聞那邊的留言 看看大家說什麼 如果這兩天 說真的 沒有球看的話 我也有很大機會 看下半場 不過暫時就沒有時間 不過 福仔想說一句 福仔始終有去年的毛病 很多球 頭兩球入球 基本上 一給到他 第一時間射 或者號一號馬上射 OK 很漂亮的 但是 後來有一球 單刀球 就是給他太多時間 他往往真的射不入 這個始終可能因為經驗有關係 但是這個也是跟他的 mindset 那個mental 有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訓練多些 還有 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到我說話 但是我就會提他 他有速度 不需要那麼心急射 因為現在他很多時候 自己的單刀 被人龍門看得到他的路 就是說 他大約離開龍門 五馬左右 他就射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很多次都是這樣 而龍門也會捉到 很多龍門也會捉到這個路 所以就撲到 我就反而提議 始終他有速度 有腳法 為什麼不拖多兩步 打算過龍門才寫呢 這個有個好處 好處就是說 第一他夠快 很大機會他真的養過 接著射空門 射空門就沒有藉口不進 第二件事就是說 還有一件事 他真的快 這龍門 如果略為差一點 跌了他 那就十二馬了 他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可以做多一點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就算被人看到 都不是那麼容易搜 就好過你 你大約是 Refine五馬島 你就去射龍門觸路 就比較容易 因為始終出了你風位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這個就是大巴 如果福仔聽到 希望他可以 嘗試一下 在單刀坡的情況做多一點 摩洛在記者那裡 也有提到福仔 其實主要是記者問他 福仔又大隻了 是否特地去做特訓 摩洛回答得好笑 摩洛說 不是 他十幾歲 還可以長大 他放完那個價錢 我看到他都覺得 他高了幾厘米 他大隻了 都是很自然的 摩洛這樣說 實際上 我相信福仔也有下苦工 令他做了什麼 高了就 高不高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但起碼 現在大箭頭了 這個章一定是 對於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不過摩洛 我想就覺得輕描淡寫 摩洛亦都說 大家都以為去年 我來到 福仔沒有什麼機會 結果他打得非常之好 他直接說福仔是 Top 3球員 所以我覺得 福仔今年只要他爭氣 一定有機會 一定有機會 我覺得摩洛是會給他機會 OK 那場球真是不好意思 看了上半場 所以我暫時說的這麼多 只要說 看到那群舊人 就打回去年的水準 默契也都進步了 所以就算 新人來到之後 我覺得那群舊人 都一定程度上 會有一定很大的作用 因為始終穩定 默契多了 好 摩洛在記者上也說了一件事 confirm 明年曼聯隊長只有一個 沒有副隊長 只有卡維克 就是隊長 他不出場的時候 其他人就會再選 沒有副隊長 摩洛肯定confirm 最後一樣 有人問盧卡古 盧卡古 你的戰術如何 他沒有直接回答 因為那個記者問他 有沒有為盧卡古而 那戰術 他沒有回答 他只不過說 盧卡古 是 是一個targetman 去年 朗尼 他們就打 因為記者也問他 跟朗尼比較 如何比較 那樣 摩洛就說 沒有得比較 因為朗尼 都不是打同一個位 那樣 那樣 所以就 他暫時滿意的 他說他留意到 陸卡古是一個team player 不讀食的 還有一開始的記招的時候 摩洛就說 總之沒有病沒有痛就可以了 你可以見到 這個 今天的比賽 他就不是太具著重 那老實說 只看了上半場 對手的實力真的差一點 但是下半場我就擔心 又我又沒有看 上半場基本上贏3比0 全場結果5比2 即是下半場的話 就2比2而已 那為什麼會失兩球呢 大巴聽回來 就好像第二球 就真的 倫德洛的失誤 那這個讓大巴有機會看下半場 或者其他網友可以發表一下 大致上今次的U.S.Tour第一場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OK的 你也都見到摩洛 根本上他就是覺得 總之打了船 他就不是太過緊張的 好 說少少留言 留言就昨天就 講露卡古 有很多球迷都說了 對於露卡古的感覺 不如 IK軸也經常問今天的場合 給他看 我回答了他 是MVUTV的問題 Terry就覺得 是露卡古有一定入球能力 搞定對方強隊 入球不多 可能自己對球的配合不多 導致入球少 希望今季來了 萬聯就成績好些 那 Joe Lang也都說 同意大巴對露卡古的分析 也都說 隊友和愛華頓的時候不同 普遍質素是高些的 所以露卡古有進步 是有一個理據去支持 多謝啊Joe 跟我們想法一樣 加上普遍 朋友的關係 所以可以正面一點 另外有一位 plkjh 二三四五出拍 大包都有聽何永 是網友介紹我聽的 我覺得 都是有用的 很正的 好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